在强劲的美国 还有在比较成长快的中国 以及最弱后的欧洲 都传来了经济数据的加音 显示到了今年的整体景气并不悲观 欧美路景气传来好消息 根据最新调查显示 欧元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景气萎缩减缓之下 1月份的PMI由去年12月的47.2 弹升到1月份的48.2 回升到10个月新高 同时美国制造业PMI则由上个月54点 增加2.1点来到56.1点 比市场预期的53点更高出了3.1点 无独有 汇丰中国制造业1月份PMI达到51.9 创下两年以来的高点 连续第5个月回升 被视为是今年大陆景气 进入实质复苏的前兆 经济将进一步提升 受到汇丰发布数据的利多带动 上阵综合指数昨天盘中一度冲上2362点 创下近8个月来新高 不过在高档获利了结慢压出笼之下 中场上阵综合指数反而下跌18点 以2302点作收 欧美陆PMI同步报喜 是否显示全球景气有复苏迹象 Market报告中就指出 美国制造业PMI大部分次指数也都见到上摇 显示制造业景气在今年初加速扩张 同时近年来 拖累全球经济的欧元区 不景气已经在今年初趋缓 尤其德国投资人新型指数 目前已经占向两年半最高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就表示 欧债危机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结束 尽管日前国际货币基金MF调降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不过从欧美大陆等等三大经济体 采购经理人同步好转之下 显示今年整体景气并不悲观 东亚财经新闻综合报道